中印兩國軍隊在邊境緊張對峙的局面 還沒有緩和 印度媒體又報導說 印度政府懷疑中國大陸的手機製造商 盜取用戶訊息 啟動大審查 香港《經濟日報》8月17號援引印度媒體報導說 印度政府以擔憂數據泄露危害安全為由 向多家中國手機製造商發出警告 並開始大面積的審查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 警告由印度電信局下發 要求製造商在8月28號前 按照印度的安全條款進行整改 以確保手機符合規定 報導說 一名印度政府內部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政府認為 許多中國生產的電子設備 將數據傳輸或儲存在中國的伺服器 可能會帶來安全風險 尤其是在兩國邊境緊張局勢加劇的時候 《經濟日報》評論說 印度審查手機事件顯示 中印之間的角力已經從領土擴展至經貿領域